軍人年改的部分做逐條的討論 我們非常遺憾的是 從第一天開始 整個軍改的版本出行政院到今天為止 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國民黨團要了一本精算報告書 要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來了一本評估的資料 評估報告 這一本到底是不是精算報告書 等一下我讓其他委員來做說明 但是更讓我們不能夠接受的是 精算報告書只做到30年 國防部跟會不會 不敢告訴大家的真相是 嚴德發部長不敢告訴 現在正在國防部上班的所有現役軍人 事實的真相是35年之後我們的年金會再一次的破產 這是國民黨把延續30年後的精算報告往下延伸 我們發現35年又再一次的變成負數 原來這個就是事實的真相 今天早上國民黨團不斷地強調有兩個重點 或是公教所謂的精算報告花10個月算出來的 並且是有會計師簽證過的 另外是50年的精算報告 前幾天我不斷地質疑 為什麼一個是50年一個是30年 除了有年限的差異 沒有算出來給我們 裡面的數字有很多跟過去國防部所做的第六份精算報告書的數據 還有差異裡面是高估了整個退股基金的負債 也因此我們有幾個問題要問林萬一跟蔡英文 以及我們的研德方部長 按照你們今天的版本去做處理的話 你們是欺負了退股軍人 而且你們正在欺騙現在的現職軍人 好一下我讓陳敏忠委員來做補充說明 你來做補充說明 好謝謝 軍改這麼重要 但是竟然沒有財務的精算報告 這個是交易人員的精算報告 這個是公務員的當時民進改革的精算報告 這個是所謂軍改的所謂認證報告 因為國防部沒有精算報告 後來上次我質詢的時候 要求公務員要先做精算報告之後 再給第三方認證 如果他沒有精算報告 就拿去給這個張精算師做認證 這個差異太大 要先有精算再認證 但是他今天拿出來是一個認證報告 我跟這位張精算師聯絡了兩三天 他還認為這個不是精算報告 所以我們強烈要求王务 蔡政府要進行這麼重要 再講一次 進行這麼重要的年金改革 關係到非軍人還有現職軍人的權益 為什麼不拿出精算報告 而且這裏面報告裡面 也抓出了國防部的財務影響評估 有十大重點的錯誤 包括他少算了一次退休金的1628億 報表裡面還有裡面的相關的基金的營運的效率 投資的效率 報告裡面 蔣氏百分之4 布表裡面用3.5 錯誤百書 所以他這個精算報告 他所謂的精算報告 財務影響評估 一點可信度都沒有 所以我們國民黨卑微的要求 要進行這麼重要的 這麼重要的年金改革 關係到國家國安安全的年金改革 要求王务 要求蔡政府 拿出有可信度的財務精算報告 之後才進行後續的審查 國民黨的要求非常的卑微 也非常正當 我也要求王务一定要這樣做 假設今天等一下 民進黨下多數的暴力 強行通過 這樣的年金改革誰會相信 我相信退入軍人不相信 現役的軍人也不相信 群民也不相信 謝謝 我來報告一下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是公務人員的 計算報告的委託處的初步報告 時間點是哪一點 是105年的2月份 105年的2月份 隔了一年多 他們大概有研究報告的結果 是106年的3月份 時間一年多 這一次國防部 他們所做出來的財務報告以後 他們做的認證書 這叫認證書不是精算報告 叫做認證案 花了多少的時間 我昨天把他們這組人請到我辦公室 由國次長帶隊到我辦公室 問他們一個小時 5月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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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這一位先生 5月3號就出來 時間多了 兩個工作點 我們再看看 什麼叫做認證書 什麼叫做精算報告書 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看他計算報告裡面 他有多少章 有章啊 這個計算師 這兩個計算師 他要先把這個報告 我要怎麼做 我這個計劃要怎麼做 有多少的章解 每一個章 你看就可以看到章 然後後面準備的圖表 圖表等等 都有章解 這個是認證 用英文字講 叫做review 我只有兩天的時間 我針對你國防部 寫出來的東西 我是有檢查 你有沒有錯 你有沒有錯 所以他這裡面又很 跟他講有一些說 所謂的建議 你想講講 講白了就是錯誤啊 還有建議 這個裡面有沒有 像教育部 退股期經常都講的 什麼章節啊 什麼東西 都沒有的 都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 草率 我們甚至可以很武在講 不是精確的 正確的 一個 一個 一個清算報告 拿來互動我們 剛才李彥秀 書記長講 他們只敢公布到 136年 就算他們講的好了 他只公布 一百三十六年 就公布三十年 結果再推估 往下看五年 就又破產 請問三十五年 又破產的 你不要這樣子的 一個財務規劃幹什麼 第一個 你的財務規劃 不精確 再加上 到三十年 又破產了 這就是國防部的草率 欺負欺騙現役的軍人 欺負退休的軍人 從頭作為到尾 我們不敢講說他一定是欺騙 但是就是不正確 我們想 一個不正確的財務規劃 你叫我們怎麼去審 軍演的條例 那我講一下 我們這裡看得很清楚 叫做欺騙現役 欺負退休 為什麼是這樣講 因為他 我們在質詢 嚴德化都說 現役劇是怎麼樣 喔 將近百分之百同意 太好了 過去40% 現在變55% 可是他沒有告訴真正的事實是什麼 是你們交了35年 你不到 你們到內裡你不到 你退休的時候你不到 這一點都沒講 各位 這不是欺騙現役的什麼才 是欺騙 什麼各位 然後這個欺負 那不用講 就一堆 就不提了 我們再看看 這裡面 兩位也都是專業的角度來談這個事情 我們要看的是 要有個精算報告 在公教文件是這樣子喔 精算報告之後 才有一個認證 現在是 國防部內部的人自己做 就拿去給精算來做review 就這樣子 他那一部不是精算報告 他這個屬於是國防部的財務評估 然後有個精算師給他review 就這樣子 所以事實上 我們鄭民雄委員 也跟這一位張教授 也通了三次電話 他也確實證實這一點 所以最大區別不一樣在哪裡 各位 事實有兩種 年改的一個報告 精算也是有兩種 一種就是真正的精算報告在review 另外一種就是國防部自己欺騙 嚴德發的版本 然後點在哪裡去review 這是兩種很不一樣 表面看起來都一樣 老克們什麼都不懂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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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 他說不知道他 bay el bu emails 所以原部長應該去認真追究 誰做的 我們所了解都是大部分是中級的校級集會在做的 他們領得到 可是新進的人員 包括木屏進來的都領得到 這個是真正的一個真實現況 這個現況沒有對外公布 有這樣的情況 也就呼應了 這是道地的又一次外行領導內行 因為一聲令下 蔡英文一聲令下 企業以後一定要入境上路 所以亂整理通 不弄一通 找個數字來弄一弄 內不做 外面就有履歷說 那個集中報告 這部分我們不能接受 這部分沒有改以前 我們不參與 我們絕對強力配合 這次軍改的一個進行 我們這四位都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我們負責國家的預算跟決算 所以我們了解 什麼叫做財務評估報告 我們也很清楚的知道 什麼叫做精算報告 今天的結論很簡單 民進黨政府如果拿不出來精算報告的話 就沒有辦法審查 民進改革何其重大 不可以呼嚨現役軍人 也不可以呼嚨退伍軍人 沒有精算報告 不可以呼嚨立法委員 也不可以呼嚨社會大眾 最後再次強調 要審查 就要拿出精算報告 沒有精算報告 沒有審查 好 我想今天我們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所提供的財務評估報告裡面 我們看到它只是算到30年後 也是民國136年 基金事實上是還有1280多億 這也是我們一直在質詢 國防部長以及邱國正出委的時候 說基金按照新制可以延緩多久 他都說30年 而且還會有1200多億 將近1300億 但是他一直必談的是 那30年之後呢 結果我們按照他所設立的條件 看到再經過5年 基金就破產 變成-200多億 所以很顯然 對萬一再說 我們對現役照顧 給他們55加2 非常好的優惠 但事實上 當現役的軍人 以試算的結果 他不斷的繳 繳30年之後 會造成的結果 是他們領不到 這是多麼嚴重的問題 不要如此拿假的或是美化的數字來欺騙外界 而且他們所試算的 所設定的條件 都是推估最佳條件 甚至是幾乎不可能 比如說他們是以20萬的軍人來算 但事實上現在大概14、15萬左右 而且現在包括所有的這些行政人員在內 那大家也知道 我們其實目的非常困難 未來是不是還有增長的空間 真的到20萬 不知道 而且他們會不會真的都繳足30年 因為很多會提早退役 所以照這麼好的條件 你算出來 你不敢告訴人家是30年之後再過5年 基金就斷崖式的破產 現役的其實繳了30年會贏不到 所以蔡英文總統一再講了 基金會永續 年金會讓它持續 會長留久用 我想聽起來非常諷刺 這也是為什麼國防部一直不敢拿出真正的精算報告 因為他知道 如果按照現在實際的條件試算下去 很有可能根本成不到30年 現役的 你不要講說30年之後 領不領 我們估算很多如果明天加入軍中服役的這些人 20年之後 他是領不到 所以 蔡英文政府不要再欺騙這些現役的軍人 我們希望國防部 我認為 也許是國防部長或全國政主委 他被蒙蔽了 他不知道實情 那希望你今天趕快要求 將相關真實的數據提出來 我們才能有所本的進行出套審查 好 請余玲 蔡英文 大家好 我們一直在談財務分析報告 更需要有精算師的驗證 可是最重要的是 回歸專業 我們的國防部跟退府會 跟所有現役退役的軍人 做了溝通討論的版本 送到總統府底下的免改會 完全被推翻 如果你要做所有財務分析報告 沒有在正確資訊的架構下 送出去做的 這個只是數字的變化 魔鬼就藏在裡面 不管你是給國防大學去做 或者給張驗證師去做 這些的數字都是假的 因為我在之前的委員會裡面 執行著就是他們作假的數字 這些所有作假的數字 就是我們可以考察到前面 全序部對於我們公教的第六次的精算報告 是105年的2月 裡面的數字 為什麼他們在這個數字的變化 我提出來了很多 就是國防部高估 因為國防部送出的數字 並沒有被採納 而被免改會 完全推翻 所以 國防部不敢說 不光我所說的 60加2 還有60加2.5 等等 這些的數據 都有國新黨 另外一 沒有來參加公教的